大家好,我是华小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喜饺子 四喜饺子顶端放上四种颜色鲜艳的蔬菜 非常漂亮 而且这既能当菜又能当饭的 方便的很 快试试吧 香菇切小块 小葱切葱花 葫芦切块 鸡胸肉切条 将切好的鸡胸肉 香菇放入绞肉鸡中 放入生姜片 启动绞肉鸡 搅好的肉末中加入葱花 胡椒粉 盐 鸡精 生抽 料酒 香油 蚝油 搅拌上进即可 将葱萝卜拉成末 末也拉成末 这是我准备好的饺子需要的馅料 揉面 将揉好的面团做成长条 擀好饺子皮 饺子皮中间放肉馅 这边对折 三个 中心捏紧 四个角一次舔入 鸡蛋碎 葫芦碎 葫芦碎 豌豆 黑木耳碎 旁边捏出小尖角即可 一次做好撕洗饺子 包好的饺子五彩缤纷的 看着就洗人 将锅中加入适量水 饺子 放入蒸屉中 盖上盖子 选择蒸锅的蒸鸡肉功能 等待14分钟 四喜饺子外形像是朵绽放的花 五彩缤纷 赏心悦目 非常漂亮 口感抠台有嚼劲 味道超浓郁 一口一个 完全停不下来 关注我 带你轻轻松松吃遍北美家常菜